欢迎来到进步的小厨房 今天分享的这道是非常适合冬天吃的一道减脂餐 菜花鹰嘴豆咖喱 说起咖喱呢就不要总是老三样 土豆胡萝卜和鸡肉或者牛肉 今天呢我们把菜花和鹰嘴豆放进咖喱里 一个是菜花这个蔬菜非常低卡 还有鹰嘴豆呢是非常高蛋白 也会提供饱腹感的一种食材 那我们就开始 干北鹰嘴豆很难煮 所以一定要记得提前浸泡一下 我一般会选择浸泡一碗 那你看豆子都被泡得很饱满了呢 吸满水分的鹰嘴豆就会特别容易煮软 彩椒和洋葱呢洗干净之后切成细条状 在煮咖喱的时候我都习惯用洋葱来起锅 因为我特别爱吃洋葱嘛 这里呢还选择了彩椒 除了因为喜欢彩椒有点甜的味道以外呢 更多的是注重一下这道菜的色彩搭配 要不然都是黄脱脱的一片 多难看呀 番茄在切块之前呢要记得先去皮 你可以选择传统的开水烫一下那种去皮方法 也可以选择像我一样买一个削番茄皮的刮刀 番茄呢要记得尽量切小一点 因为这样更容易熬成浓郁的番茄酱汁 锅中倒入少量的油 烧热之后就可以准备放洋葱了 翻炒出香味的瞬间我都觉得特别幸福 之后倒入切碎的番茄块一起翻炒 可以用锅铲按压一下番茄 让它更快的出汤汁 然后加入咖喱块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分装的咖喱调料粉 我个人呢更喜欢这种咖喱块 因为味道更浓郁嘛 用锅中的温度呢使咖喱块慢慢的融化 包裹住洋葱和番茄 一起炒成特别浓郁的咖喱糕状 放入彩椒之后呢要加入一锅水 再依次倒入菜花块腌嘴豆 然后用锅铲按一按搅一搅 让食材均匀的浸泡在汤汁中 保证汤汁的量是刚刚好 没过食材 然后就可以盖上锅盖 继续保持火力 焖煮20分钟了 哇 这扑面上来的热气 隔着屏幕你也感觉到了吧 一锅浓郁的咖喱就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再加了一点点盐调味 就可以祭出我的秘密武器了 那就是在收汤之阶段 我还额外加了两勺椰子粉 一来呢这个可以增加咖喱的浓稠度 二来呢也是用咖喱粉来代替椰浆 用来增加咖喱的风味 如果你手边刚好有椰子粉 特别推荐一下不要省略这步 这可是我一般都不告诉别人的小秘密 把椰子粉搅拌均匀之后 也就差不多可以关火了 这道鹰嘴豆菜花咖喱就做好了 哦 对了 最后一定不要忘了再撒上点香菜 这可是点睛之笔 懂的人自然就懂了 现在 anniversary yeah 你ос番是2 小邝 不是 我